瑞士特快车,Roger Federer今年球季打出回春表现,不仅夺下两个大满贯,总计还拿下七座大赛冠军。 虽然在本届的年终总决赛败给比利时好手David Goffin,而未能获得生涯第七座年终赛冠军,但和年初时外界一片不看好的情况比起来,这一张成绩单已经是相当梦幻的了。 Federer对上Goffin此前六次都获得胜利,Goffin赛前也坦言还没找到如何突破,费神,的方法,但是最终他却成功翻盘前者,赢得重大的一场胜利。 对于这样的结果,Federer坦然接受,认为自己发球状态不好,对方的回发更加优秀,是落败的主因。 虽然有些失望,但Federer对于今年整体表现感到满意,接下来他将会短暂的离开网球,不过肯定不会像上次一样一休就是半年,而是和家人一起去度假个两、三个礼拜,之后就会回到赛场。 另外他也表示自己对于即将到来的奥网相当期待,作为未免者,Federer将会在12月底的霍普曼杯付出,并与此调整新一季的状态。 新闻授权来源 Nomus 新闻授权来源